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形是一個圓 其中K是常數 那麼這個圓面積的最大值為何 我們就把他給配方 求出他的半徑 這個配方 這個配方的話 這兩項配方 就x-2的平方 這兩項配方 y-1的平方 等於多少 左邊這裡我多加一個2平方 這邊要加2平方 這邊要加2平方 這裡多加一個1平方 然後這個把它移過去 所以是-K平方 加上2K 加3 那這個就是R平方 那什麼時候他有這個 最大圓呢 當他半徑最大的時候 也就是說R平方最大 那這是一個K的二次函數 K的二次函數的話 他什麼時候有最大值呢 這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王口向下 這是FK 這是K 什麼時候他有最大值呢 當K等於多少 2A A的首相係數 2A K等於1 K等於1的時候他有幾大值 所以這個R平方 幾大值都三 就是你把K代多少 K代1 把K代1的時候他有幾大值 這K代1 4加1 K代1-1加2 加3 那這樣等於多少 這就沒有了 4 5 6 7 8 9 4 5 6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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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